大家好,欢迎收看某某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女孩等了15年只为报杀父之仇的韩国犯罪惊悚片《等着你》 故事开始,法庭里这个长相神似向左和肖敬腾结合体的男主阿金 是个心思缜密的连环杀人犯 前6起案子竟然没有证据能够让他入刑 还是实施第7个案子时被人举报了 他才得以被送到审判席 最后阿金只被判了15年 台下的被害者家属们听到这样的判决 不甘和愤怒交织,场面乱作一团 由于警察科的班长也是被他所杀 警察老赵压不住怒火 上前揪住阿金并给了他一拳 而7岁的西珠就这样看着眼前的大人们嘶吼哀嚎 而他的爸爸正是警察班长 原来三个月前,班长准备先回家给西珠准备隔日的早餐 然后再继续执行连环杀人犯的相关任务 可他刚下计程车就被迎面而来的黑衣人瞬间抹了脖子 虽然血流如注,可班长凭借着一年爬回了不远处的家 他嘴里不断喊着西珠的名字 可当时西珠已经睡着了 并没有看到爸爸的最后一面 隔日恰好是班长生日 老赵拎着蛋糕过来本想庆祝 谁料就看到了西珠抱着死去的班长 一晃15年而过,阿金行期已满重过自由 老赵这时也成为了班长 他来到监狱门口警告阿金 15年太少,他会牵手把他再送进来 西珠也长大了,他总是满面笑容待人友好 小提琴水平也很出色 可他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去警局当义工 因为当年的事警察们对西珠也很是宠爱 大叔们还会凑钱给西珠发薪水 在这里西珠有家的感觉 其实在父亲死前 西珠妈妈就离开了家 如今西珠暗中得到了妈妈现在的住址 偶尔还会在高处看看他 而妈妈的现任丈夫是个爱赌钱的家暴男 所以西珠会故意跟他擦肩而过 并用言语警告他不会有好下场 而阿金出来后就找了小姐放松 完事之后小姐回到车上跟鸡头抱怨 阿金是个变态 鸡头尿急去小巷方便 却被突然出现的陌生男子一言不合抹了脖子 随后男子也杀掉了小姐 原来男子是阿金在孤儿院一同长大的好友阿秀 两人少年时都有点心理变态 也都爱耍刀 甚至还爱上了同一个女生 后来女生成为了阿金的女友 可某天阿金却发现他绿的自己并杀了他 这也就是他所犯下的第七个案子 而举报阿金的人正是阿秀 然而目前阿秀并不知道 而现在阿秀杀掉鸡头和小姐 是为了嫁护给阿金替女孩报仇 而暗中注视这一切并同样想杀掉鸡头和小姐来嫁护阿金的 其实还有西珠 然而西珠虽然表面上看上去清纯善良 但早就在15年间慢慢黑化 他将屋子贴满了当初阿金犯案的线索 就是为了研究他杀人的手法一边嫁祸 隔日两具尸体被发现 虽然下属表明阿金有不在场证明 但对阿金没有什么信任的老赵 依然召了他来审问 并对他拳脚问候 不过由于最后没有证据还是将他放了 出来时阿金与西珠撞了个满怀 他不知道西珠的身份 甚至还拉了他一把 最后看了看他的工作账就走了 可西珠早就将这张脸刻在了脑子里 他疯狂洗手 脸上的表情越发阴暗 晚上西珠又一次眺望妈妈家 却发现家暴男为了赌钱疯狂殴打他 家暴男拿到钱后 得意的外出准备大干一场 西珠这次丝毫没有手软 直接一板装砸晕了他 之后用阿金的手法杀死了他 第二天早上尸体被人围观 阿金路过时看了一眼 发现手法竟然和自己的一模一样 他感到有人准备嫁祸给自己 可又不知道是谁 而阿秀打算直接去宾馆和阿金对纲 但老招着到来 让这一计划未能如愿 隔日西珠远眺望家时 发现有点不对劲 西珠有些担心便前去查看 结果却发现妈妈浮渡自尽了 于是西珠越发黑话 又开始拼命找线索 通过作案手法的对比 他发现15年前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除了阿金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人也就是阿秀 恰好又得知阿秀就是举报阿金的人 便故意把消息透露给了阿金 于是阿金去阿秀所在的小店 威胁警告了一番 还说今晚就是阿秀的死期 可谁晓得西珠已经提前动了手 甚至还把阿秀的尸体 运到了阿金的宾馆床上 阿金发现尸体后震惊又害怕 西珠猛然现身给他背后一刀 随即布置好了现场后报了警 谁料阿金的警察来之前就醒了 为了逃脱 他还杀掉了几个目击过他脸的路人 此后阿金总是不断梳理关系 正去网吧搜索资料 这才发现之前晨跑时看过的那具尸体 就是他杀过人班长前妻的现任丈夫 也就是进而知道了西珠的存在 网吧老板发现阿金是嫌犯 便报了警 老赵赶来后和阿金一阵对待 但最终仍被他逃掉 甚至警车也被他开进了警局 阿金终于想起来 那天和他撞满怀的女生正是西珠 于是他假装警察从别人口中 得知了西珠的住址 前去追杀他 而西珠则一次次从阿金的手中逃出 最后他把阿金终于引到了自己的目的地 一个鞦韆旁边 西珠奋力荡起鞦韆 然后当着阿金的面 用链子上吊自杀了 他用自己的命作为筹码 要阿金永远被钉在监狱 而阿金被他这一举动惊呆了 此时警察也赶了过来 最终15年前的案子被重新审判 阿金被判了死刑 全片完 邪恶能胜利的唯一理由 就是善良的人们无所作为 西珠在童年遭受严重的打击 从而变得扭曲 而让他最终也成为了一个恶魔 以暴制暴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可迟到的正义也并不是正义 好了 今天的梦想到此结束了 欢迎点赞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拜